今天谈到的就是这位哈梅内伊,哈梅内伊呢,大家知道,1939年4月初上写的,是吧? 阿萨培奖祖,他的重要性,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宗教领袖。 他不是开玩笑的,就是他要死了,几乎是就所谓的宗教派。 大家记住这个世界里有几个主义,很多人可能不在乎啊,叫消费主义,什么叫消费主义啊? 美国、欧洲,就靠消费,运,科技、文明、运营,就是资本主义,消费主义。 第二个什么主义啊? 宗教主义,就是发动宗教极端的战争,很多战争都是因为宗教而引起的。 回答了这点准,第二个宗教,第三个什么主义?第三个叫民族主义。 我可以告诉你,独裁都用民族主义。 再给你弄点神神乎乎的叫宗教主义。